哈喽大家好,我是Pause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我近期购用的几个耳食 我呢其实就是在首饰方面的话 我不喜欢买戒指,不喜欢买手镯,只喜欢买耳钉 然后耳钉啊或者是耳环之类的东西 所以呢,然后呢我近期又在那个网上买了一些 然后又在实体店买了一些 所以呢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然后呢我在网上买的是这个ASOS的饰品 然后他们家的饰品来的时候都是用这种盒子装好的 然后呢我买了四个耳环 但是呢他们用两个盒子装 然后里面就是这种,它来的时候都是包好的 但是呢我就给它拆开了 然后呢我就挑了几个就是 就是,就是比较,看起来就是比较,比较,怎么说 比较那个,比较奇怪 或者就是款式比较新颖的一些 就是说他们家每周就是新出的东西我都会去网上去看 然后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圆环的 然后上面就是一个这个样子的,那个有一个扭扣那种的东西 然后连接在一起 然后他们家的这个耳朵的质量是不错的 然后呢,呃,后面的耳针就是,也不是耳针 就是这个耳朵的话就是也比较,激 然后我就带给大家看 然后呢,这个带上去是这个样子的感觉 嗯,然后我在他家买的这些耳朵 我都是,呃,用作就是,平时不工作的时候 带着我出去网上或者是逛街的时候 或者是拍视频的时候 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看 就是非常简单很好看 然后它这边它其实没有封死 就是一个能可以活动的那个扣 然后呢,这个,这个挺好看的 非常简约很好看 然后它是有一点点分量 但是你不会觉得很重 然后呢,这个拍照片应该也会很好看的 一个带个珍珠的这种 这种,用我的信息上 珍珠的这种 然后呢,我在网上看的时候 我觉得它可能戴起来会好好看 就没有那么大 但是买回来之后 我觉得真的就是,觉得有一点点到这样子 可能就是在镜头里看觉得还OK 但是在生活中就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夸张了 然后呢 然后呢,它这个珍珠可能会掉颜色 因为就是,就是,就是普通塑料的珍珠 但是觉得,样式还觉得还OK 然后呢,我是觉得还不错 这样子 然后上面有一个金属 然后上面有一个金属 然后这里有一点点分量 但是还有 然后另外呢,也是一个珍珠款式的 它是这种款式 就是,就是珍珠啊 加那个圆环的组合 然后我也试大给大家看 这样子 然后它这边的珍珠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的 反正它就是有一点,就是,在外面 就是,在外面 就是,这样子 它不是挂在那个圆环里面 它是在外面 就是又接了一个 然后拿上去的感觉就是这样子 它我觉得它不太夸张 然后也有比较有层次感 然后应该也是拍照的时候会很好看 或者是,嗯,好像是 两个,怎么说 就是有两个那个,就是 这是什么形状 半封闭的圆儿拍 什么形状 圆环的那种 然后它这个前面也是很厚的那种 然后后面这个是一个圆球 但是可以拿下来 然后这个我觉得 当时觉得挺好看的 然后戴上去 其实感觉没有什么 就这个样子 这个戴上去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然后它的那个 后面的SI比较紧了 耶 好了 这个也挺好看的 这个 这个也不错 然后这个就是ASOS 的 买点耳钉 然后买点耳环 然后我觉得他们家的质量就是还不错了 然后设计每个人 他们每周更新一些东西 然后它的设计感也还不错 尤其是有一些女生 比如说拍照街 拍那种 这种耳环 就是很吸引人眼球 然后我这些东西都会在我不工作的时候用 工作的时候我完全用的是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这个袋子装的 也是一个 它是我在这边的实体店买的 然后会把它的品牌名字放在下面 然后它的这个就是两个打折的东西 然后是50%的折扣 就很划算 而且他们家的东西真的是超级超级棒 就是他们家从做工到设计都是完全不错 然后这个呢 上面就是一个这个样子的 就是一个这么小的耳环 再看一下 然后呢上面的图形就是一个四叶草 四叶草的形状 然后上面的那个bling bling的东西 应该是水晶吧 应该是水晶 因为他们家的价格还 单价还挺贵 所以我都是就是打折的时候 就会很棒 因为他们家每一次打折 就是好多女生都在那抢 然后它就是这种感觉 戴上去 嗯 就是 比二丁稍微大一点 每次戴这个都这样 又转到耳朵 好去戴这一边吧 有点戴不上这边 然后它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它前面这块做的有一点点 这个红都做的有一点点 我觉得太内什么了 反正就是但是戴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呢它就是在你看有光线的情况下 它就会非常闪 它就会 然后呢我们再说他们的底座这个合金 然后它后面的话就也是这个东西 然后上面刻的字是他们家那个品牌的名字 嗯 而且他们家的这个材质 我不知道他们家后面那个金属是什么东西做的 但是呢我在我去年也买了他们家的那个耳钉 然后呢我一直保留到今年 就是我用了一年 他们家的耳钉没有变色 就是经常有一些那个耳钉质量不好它会氧化 比如说这种珍珠啊它会掉颜色 但是呢他们家完全不会 比如说那个钻户电网完全完全就不会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买他们家的东西就是在打仗上买 或者是平常买也真的是物潮所致 然后呢这个是我 然后这个就是这种圆画 应该也是有光线的时候会很快 它应该是也是那种金属材料 但是我自己觉得很喜欢 就是上班的时候可以带一点点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就这种 这种 然后他们家的东西就真的是太 我觉得是很棒的 OK 这就是我近期一首饰方面的 就是耳环之类的 给我录录的这样 然后可是我 过两天再去看看 如果他们家还要继续打折的东西 我还会继续录的 因为他们家的中间真的是物超所致 所以 OK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